你 你可能也是被骗过来的 你没关系 我们可以随便聊聊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妈猜这个人就是 喜欢搞一些恶作剧 没关系 张王阿姨 可能想让你一个惊喜 小朋友 来 喜欢这个鸡胸吗 喜欢 那你帮叔叔一个忙好不好 没想到 你是这么好玩的一面 是啊 有的时候真的会做出一些 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像这么聪明的女生 哪个男生不喜欢 你这孩子你干嘛呢你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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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跟叔叔当心 你 你 没关系 小孩子嘛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你怎么这样 不好意思啊 我去处理一下 你去 好 你干什么 整整十天 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原来都开始相亲了 怎么 分手了还不许我相亲啊 我同意分手了吗 你以为你这么躲着我 事情就解决了 那怎么解决 再来一轮你妈要房子 我妈要聘礼 我微信里已经到了几百次的欠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呢 我最坦率别人跟我说对不起了 好像我不说句没关系 就是我不够大度 反倒是我的错一样 我知道 我让你失望了 为了你 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把事情做对了 我笨 我不会说话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 我自信我没有做错 那就是我要和你结婚 我答应过会给你幸福就一定会给 没有房子我们就去租 没有钱我们就去挣 我发誓不会放弃这段感情 可你今天坐在这儿 是想让我觉得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 都做错了是吗 那人条件挺好的吧 那人条件挺好的吧 也对 如果我有一套市中区的房子 我也不用再去批分来这儿 我也不会在阿姨开出的条件面前 毫无底气了 更不用恼羞承诺地说 你瞧不起我 瞧不起我们全家了 破嘴 你谁呀 坐这儿干嘛 我警告你 夏果是我老婆 你少打他注意 笑什么笑 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表面上看起来丝丝纹纹 其实一肚子坏事 我跟你讲 要不是昨天我没哄好我老婆 今天她压根就不会看你这两脸 告诉你 我自己的老婆 我自己会哄 你是郁剑吧 你还调查我 谁调查你啊 夏果跟我说 她有个男朋友 叫郁剑 是个优秀的设计师 她还说 这家伙长得闷闷的 看起来不太会说话的样子 但是只要遇到 和她下股相关的事 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逗我开心 其实我有男朋友 对 她叫郁剑 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跟我算是青梅竹马吧 春天 她会给我去摘最新鲜的草莓 用草莓摆出爱心的形状 一颗一颗喂我吃 吃完了就说 心被我吃掉了 夏天 她会熬放着各种药材的汤 说这叫冬病夏补 喝得我冒出的汗都是一股药味 她却说比香水还好闻 秋天她会带我去摘桂花 回家一起泡桂花酒 中秋那天我们就喝了桂花酒 她给我讲了吴刚砍树 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冬天 她会用胸口捂着一袋栗子回来 一颗一颗包给我吃 我心疼她 就假装生气 她却不恼不怒地继续给我播 虽然她偶尔也会有脾气 也会偶尔为了让所有人都开心 而好心办了坏事 但她依然是全天下最可靠的人 最爱我的人 也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郭郭 郭郭 郭郭郭 郭郭 吃 搅了你的饭局 让你跑到这儿来 我又错了 又是原味的 老板 吃不腻蒙 别的口味买了 尝尝玫瑰味的 老板娘说是新品 试试看 不要 我就吃我自己 挺好 那就 永远也不要换隔位了 好吗 这事得看心情 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撒谎啊 要你学的 看我干什么 你自己不是有吗 吃你 我也喜欢吃羊胃的 能让我 吃一口你的吗 等你 都吃完了 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我知道上去是怎么回事了 我又错了 你能够发脾气 但是你无论你能够饭了 你再怎么发皮鞋 你都是我最爱的人 姑姑 咱们结婚吧 我想好好跟你过日子 过一辈子 走 带你去个地方 带你去哪儿 怎么了